这只猫头鹰正叼着一只小老鼠到处跑,却一直没有吃,不一会儿它跑到了一个男人身前,停了下来,似乎在推销着自己嘴里的美食。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猫头鹰会将老鼠叼给男人呢?且让人间暖语带大家一起详细了解这个感人的故事吧。 在我们的印象中,猫头鹰一直是一种咒服夜出,行踪难辨的动物。 不过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相信你对猫头鹰的智商与情感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它们既像猫咪那样记仇,也会报恩,还能像工作犬一样可训练,爱黏人呢。 这个故事发生在南非东开普省格拉罕镇的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农场,并且与朋友们经常救助收留那些受伤的野生动物与猫狗。 2006年,附近村民送来两只半大的雕骁。 他们属于南非当地的雕骁亚种,体型较小,这是男主人第一次救助猫头鹰,也没什么经验。 就把他们放在家中当猫狗一样饲养。 最初几天,两个小家伙对男主人还不信任。 一见面就炸开羽毛,嘴里还咔咔咔地发出威胁。 谁知道混了几天后,这两只雕骁比狗还黏人呢。 不但霸占了男主人的卧室,每天居然还要靠着男主人的枕头睡觉。 简直就像两只长了翅膀的小猫咪。 到了晚上,男主人用换狗的声音把两只雕骁换了过来喂食。 先来的一只是男孩儿,叫锤子。 姗姗来迟的那只是女孩儿,叫花花。 两个小家伙很聪明。 不过几天时间,就听懂了男主人召唤他们吃东西的口令。 每次男主人在农场见到他们,都能将他俩换过来。 一个月后,他们长大了,已经能独立生活。 作为雌性猫头鹰,花花会飞往新的领地。 而锤子就留在了男主人身边。 后来,男主人又陆续救助了很多猫头鹰。 按照猫头鹰传统,锤子已经把男主人家当成家族领地继承了。 男主人也开始尝试着训练锤子,教锤子喂养救助其他猫头鹰。 刚开始锤子还粗性大发,想到自己抓的食物要给别人吃,就一脸不高兴。 但到后来,通过男主人的语言夸奖与亲吻脸颊等鼓励行为, 锤子居然真的学会了替男主人去喂养其他救助对象了。 锤子甚至还会教训不听男主人话的家伙, 俨然以男主人的助手自居了。 这只腿部受伤的猫头鹰就一直由锤子喂养照顾的。 锤子捕食能力强,能把所有救助对象都喂得宝宝的, 以至于他们吃的都撑不下了。 有时候锤子还会喂错对象,吓得小鸟嘎嘎乱叫, 似乎在说,人家根本就不吃这个好吗,快得拿开啦。 除了给小猫头鹰们喂养食物, 锤子还会将叼来的食物献给主人。 他跳到主人的身上,把食物送到主人的嘴巴上, 似乎在跟主人说, 主人,我给你抓来食物了,很好吃的,你快吃。 男主人无奈地看着猫头鹰,心说自己又不吃老鼠。 猫头鹰这灵性可爱的一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在这段为小猫头鹰们捕食的日子里, 锤子虽然很辛苦,但它似乎过得很充实,很快乐的样子, 每天都兴致冲冲地去捕猎。 每次将食物带给小猫头鹰们, 带给主人的时候,它都会感到非常满足。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在惊叹猫头鹰的超高智商与细腻情感呢? 动物之间尚懂得感恩与互爱互助, 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对家庭和社会多一份感恩, 多一些温情呢? 当然,我们也要善待小动物哦, 这样它们也会同样对待我们。 影片末尾需要感谢各位支持人间暖语, 下期不见不散。 除此之外,我们也想与你分享更多的感人影片。 老人去世后,狗狗被送走。 七天后,狗狗近跨越了四十公里, 返回原来与老人一起生活的家, 每天守在门口不肯离去。 这只令人惊叹的猫头鹰每天都会执行一个神秘的习惯, 准时地前往九十八岁的祖母的小屋。 在这里,他们会长时间地交谈, 分享故事,秘密和充满默契的笑声。 随着他们的联系日益深入, 一种非凡的纽带在他们之间编织而成。 但究竟是怎样让一只猫头鹰和一位老年妇女建立了如此亲近的关系呢? 请继续听我讲述。 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宁静角落, 有一间孤寂的房子, 近临一片茂密的森林。 这个充满回忆和爱意的房子是一位九十八岁祖母的家。 从她的童年时代起, 这位妇女就一直感到与自然有着深厚的联系。 她在其中找到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平静与宁静。 虽然她的孩子们多年前都搬走了, 她的丈夫也已经去世, 但她从未感到孤单。 感谢持续的自然陪伴以及她坚韧的精神, 她总能找到内心的宁静。 尽管孩子们偶尔会拜访她, 但大部分时间她都独自度过, 享受着家中的宁静和周围森林的美丽。 这片森林, 绿意盎然而又宁静的, 一直是她的避难所和圣地。 自从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她就是她的朋友。 多年来, 她学会了理解森林的节奏和秘密, 欣赏她的美丽, 尊重她的力量。 附近村庄的人也在她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虽然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比她年轻得多, 但她们尊重并真是她的智慧和坚韧。 当她需要帮助时, 她们总是愿意伸出援手, 无论是家务活还是花园的维护。 然而, 尽管她们友好而乐于助人, 她一直都是独立和自给自足的。 她更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和步调做事, 尽管她经历了孤独和失落, 但这位祖母从未丧失对生活的热爱。 每一天都是欣赏世界之美的新机会, 学习新东西, 做有意义的事情。 尽管生活有时会艰难和充满挑战, 但她始终坚信生活值得一活, 每一个瞬间, 每一个经历,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份宝贵的礼物, 值得被珍视和重视。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妇女的故事, 尽管她年老和生活曾有过的困难, 她依然在最简单, 最自然的事物中找到了幸福和满足。 她的坚韧和对生活的热爱 展示了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而真正的财富和生活之美在于我们所经历的时刻, 以及我们所建立的关系。 而在这个故事的中心, 是森林, 她的庇护所, 圣地, 以及她的喜悦和宁静之源。 就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 祖母决定在森林里散步, 阳光透过叶片洒下, 地面上形成了一片光影交错的图案。 在她行走时, 她注意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事物, 一只受伤和脆弱的猫头鹰躺在地上。 她低头检查了一下这只猫头鹰, 尽管外表脆弱, 但这只猫头鹰展示出了自然的侵略性, 拍打着翅膀, 发出咕咕声, 试图保护自己。 然而, 祖母的耐心和善意最终让她平静了下来。 小家伙, 别害怕。 她轻声地对她说, 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羽毛, 我们会照顾你的。 小小的猫头鹰在她的呵护下逐渐平静下来。 日复一日, 祖母照料着这只猫头鹰, 为使她清洁她的伤口并涂药。 在她工作的同时, 她温和地与猫头鹰交谈, 屋子里充满了安慰和鼓励的话语。 你现在安全了。 她边轻轻地清理, 这翅膀上的伤口, 边说道,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只猫头鹰变得越来越强壮, 也变得更加信任人类。 尽管起初她充满警惕和怀疑, 但终于开始接受祖母的善意和照顾。 你的进步很惊人, 小家伙。 有一天, 祖母轻轻地抚摸着猫头鹰的羽毛, 微笑着说, 是时候回家了。 猫头鹰转过头, 用她那大大的圆眼睛注视着祖母, 仿佛理解了她的话语。 随着最后一声轻轻地咕咕声, 她伸展开她的翅膀, 飞向了自由。 然而, 尽管获得了自由, 这只猫头鹰并没有飞得很远。 它并没有消失, 而是在森林的中心建立了它的飞行路线, 每天都围绕着祖母的小屋飞行。 每当它到来时, 就会停在附近的一棵树枝上, 用它明亮的眼睛凝视着祖母。 你又回来了? 有一天, 祖母微笑着对着猫头鹰所在的树枝说道, 谁来探望这位老太太了? 猫头鹰回应了一声轻轻的咕咕声, 目光始终锁定在祖母身上。 仿佛在说, 是的, 我回来了, 而且还会继续回来。 于是, 每天的猫头鹰访问成了祖母生活中的一个亮点。 每天早上, 它都怀着期待的心情醒来, 等待着熟悉的咕咕声, 宣告着猫头鹰的到来。 尽管它年事已高, 但它仍然坚强而充满活力。 享受着它每天在森林中的漫步, 时刻期待着朋友的到来。 它会对着猫头鹰所在的树枝说, 你在这儿。 它常常笑着, 看到猫头鹰停在它喜欢的那根树枝上, 总是那么准时, 不是吗? 而猫头鹰似乎同样享受着这些访问, 就像祖母一样。 每一天, 它都会飞回这个家, 它的存在不断地证明了它们之间坚强的纽带。 随着时间的推移, 祖母和猫头鹰变得彼此不可分割。 祖母在猫头鹰身上找到了陪伴和欢乐, 这是自从她的孩子们搬走, 以及丈夫去世后一直缺少的东西。 而猫头鹰则在祖母身上找到了一个朋友和守护者, 在她受伤时, 是祖母照顾了她, 现在她在享受着祖母的陪伴。 我们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不是吗? 祖母轻轻地对着猫头鹰说着, 温柔地抚摸着她的羽毛, 想想, 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偶然开始的, 但我很高兴这一切发生了。 你是一位绅士, 陪伴着这位老太太度过她的晚年。 猫头鹰与伴侣和领地都有着坚定的忠诚。 这些夜猫子与他们的伴侣建立长久的关系, 分享寓厨和保卫领地的责任。 他们是一夫一妻制的, 通常会与同一伴侣终老。 而这只特别的猫头鹰 在这位老太太身上找到了一位伴侣。 祖母与猫头鹰之间的友谊持续了数年, 这是一种坚不可摧的纽带, 在森林的心中形成。 然而, 正如所有事物一样, 这段友谊也在逐渐接近尾声。 祖母在经历了充满爱和善意的一生后, 最终闭上了双眼。 虽然她的离世令人伤感, 但她安详地离世, 因为她知道她在晚年拥有了无与伦比的陪伴。 尽管她已经离开, 但猫头鹰依然每天都继续访问这个家, 这是对祖母的一种致敬。 她停在同样的树枝上, 用明亮的眼睛凝视着这座房子。 尽管祖母不在在世, 但她的精神依然在猫头鹰身上存在。 猫头鹰成为了她友谊的永恒象征, 也是他们之间相互喜爱的见证。 这是一段美丽的友谊, 同时也是一段生动的爱意。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希望你真的喜欢它。 现在轮到你回答这些问题并参与讨论了, 你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 你喜欢这两个角色之间建立的友谊纽带吗? 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猫头鹰的信息吗? 让我知道, 这样我可以为你带来更多有关他们的故事。